最重要的當然就是10月6號高雄唱演唱會 雖然我知道大家都會去金鐘獎 但是就是關心戲劇之餘 音樂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就要多關心我10月6號高雄演唱會 其實10月份就是有跑三個城市 然後其實我最近也在籌備一個新的短期的工作 蠻重要的 但是因為我這邊還不能說 但是我很期待大家趕快看到 因為那個短期的工作算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然後要在個短時間之內去演繹一個非常好的角色 對那這個部分可能大家10月底吧才會知道 當時還準備 還沒開始啊 沒關係 但是其實就像我說的 因為我是演唱會的總策劃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演唱會是從第一場 就是去年12月的第一場的一年前 就已經在籌備了 所以我其實等於一直在準備 然後尤其又每一個月或每個兩個月我都會有演唱會 有時候一個月會有兩場演出 所以其實都沒有生疏 但是當然高雄場因為有換了一些節目的橋段 也改了非常多歌單 所以確實還是有一些新的節目要練習 但是從下週開始就會了 就是中秋節之後 在這邊也提前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所以台語真的有進步嗎 我的台語嗎 我一直都很自豪我的台語啊 就是即便我就是大家都聽不懂 但我還是會很努力的講出來 但是我想南部的朋友應該不會要求我整場講台語啦 所以還是請大家體諒 所以中秋節我要讓你自己放假就可以家人去做嗎 就是在家裡很簡單耶 因為我姐他們一家人就會回來 對然後比較痛苦的是 因為高雄場演唱會有很多新衣服 然後我就希望穿衣服夠漂亮 所以雖然我現在也沒有胖 可是我其實就是要減肥了 對然後我姐就已經準備好蛋黃酥啊柚子什麼這些東西 我其實一個都不能吃 然後我已經打算就是把他們冰在冷凍庫 然後等到整個演唱會結束我再吃 那可能要冰蠻絕的 真的要冰蠻絕的 我覺得中秋節這個節日 真的太多重要活動 像去年有金鐘獎 然後我也因為金鐘獎 我去年也沒吃到蛋黃酥 然後今年又有高雄演唱會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是很重視美食的人 但是 但我又更重視工作 所以就只好有忌口 你很愛蛋黃酥是不是 我很愛蛋黃酥 就非常愛 第一名就是蛋黃酥 月餅我反而就是 不是有辦法吃很多 太甜了 可能要配茶吧 那在高雄工作 然後有沒有想說 要一些好朋友一起去年度 有名的工作 很多啊 就很多台北的朋友 他們都會特地下高雄啊 然後我的家人啊 親朋好友他們都會下去 但你們想要問我那個人不會去 你確定可以問嗎 可以問嗎 可以問嗎 不是啊 你們反正最後還是會兜到那裡 我直接告訴你們不就好了 幸好能夠加 好不會不會 那他胡椒的造型是不是喜歡 都可以都可以啊 你家喜歡還是可能清爽一樣 真的都可以 都可以對不對 看大家 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了圓幫朋友 不會啊 他沒有受邀 你沒有要邀請他 會吸一半嗎 不會啊 我沒有這個習慣吧 我參加婚禮都是自己一個人啊 我連走紅毯都自己一個人了 真的喔 對啊 對啊 因為現在那麼穩定 其實好像也可以吃飯 他會不會很傷心嗎 其實好像蠻適合的喔 仔細想一下 沒有耶 沒有耶 因為媒體太奇怪了 就是 就算我獨自去婚禮 也要說我見習婚禮 對啊 所以大家就是 放輕鬆一點 因為 主角還是阿嬌嘛 對啊 我是跟妍希啊 我的伴是妍希啊 對對對 但他如果找他老公的話 我就要自己找別人 對對對 但妍希啊 就我們其他朋友啊 楊欣啊 這些 其實我們香港也有很多好朋友 我們大家那天都會去啊 Angela也都會去 對 OK 好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的 我們接下來要跟我們 四朋友們一起來合照囉 真的太熱了喔 等下要不要先把汗擦一擦好不好 覺得瀏海都已經必吃了 真的好熱喔 蕭姐你好好 請給大家喝一個水 等一下 然後我們在很上台合照的時候 幫大家把你們的手機都可以收起來喔 工作人員會幫大家拍拍立刻 OK 請大家 蕭姐謝謝 謝謝 我想問一下你們有得到楊小林辦公室 好帥嗎 你爽高 大家進去 好好去啊 我看見到楊小林辦公室 我看見到楊有個4人 他一個最糖配豬了 那邊就這樣 他說不是小選民送 怎麼去 小選民送 小選民送 油招待 這根小選民送 很大選民送